大家好,现在开春之后啊,很多话有对于三角梅在春季的水肥管理的不太了解 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角梅在春季的水肥管理呢 我们只是要遵循一个原则就可以了 是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呢就是薄肥勤施,然后逐渐增加 特别是在刚刚开春的时候,我们给三角梅水肥管理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大水大肥的浇灌 虽然三角梅生长速度快,喜欢大水大肥,但是刚刚开春温度呢还比较低 再加上整个春季它的生长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所以呢,我们水肥管理不能够大水大肥 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植株啊,枝叶土长,而且还会影响它后期的开花 特别是盆土里面啊,过于湿润就很容易出现闷根,烂根,甚至是叶片脱落的现象 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浇水,浇水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暖,还有后期植株生长速度的变快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增加浇水量,然后缩短浇水的时间 这样呢,才有利于三角梅的生长 而用肥的话呢,我们刚开始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有机肥 像我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了这个发酵腐术好的羊分 来增加盆土的营养,然后呢,后期呢,我们就不要太过频繁的追肥了 等到呢,它的新芽萌发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它叶面追湿一点这个畜生长性的营养液 那么在这里就要注意了,这个肥啊,一定要薄,不能够过浓 一定要按照这个薄肥勤施逐渐增加的这个施肥原则 我们刚开始的话,建议大家给它稀释2000倍 然后大概就是每15天到20天的给它喷尸一次 然后呢,随着植株后期的生长,还有枝叶生长速度的加快 我们呢,就可以慢慢的缩短它的这个施肥时间 还有增加它的施肥浓度 但在整个春季啊,我们施肥的浓度还有这个频率呢 都不能够和它快速生长期的时候一样 快速生长期我们是稀释1000倍,每期一天喷尸一次 那么在整个春季,这一个浓度还有频次都不能够达到快速生长期的这一个频次和浓度 我们要等到春末下出的时候 它的快速生长期的时候,才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频次还有浓度就可以了 所以春季啊,三角梅水肥管理呢,大家遵循好这样一个原则 这样呢,三角梅不仅枝叶繁茂后期的这个开花量呢,也能够得到保证 好了,今天今天我分享到这里,我们下节见 我们下节见